主日的開始 從禱告當中來葬禮我們的神 我們一起來低頭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臨能力為聖 我們謝謝你賜過我們 2019 年的 7 月 7 號 如此美好的一天 又你同在的一天 謝謝你賜致給我們今天如此美好的天氣 也許在其他的地方 天氣仍然有劇烈的變化 尤其我們對這個環境的使用 你看見我們在這個使用當中 可能沒有造成你的心意 所以有很多很多時候 我們仍然是遭受到自己不當的 這樣的一個使用所產生的 這個破壞所帶來的影響 然而我們所期待的盼望的 是在這當中你會回復所有 所有你所創造的一切的順序 秩序 我們恳求你的再來主耶穌基督 恳求你再來是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的盼望是盼望著你 因為你給我們永生的盼望 因為你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 因為你說 祝福你的跟隨你的 然後背上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你 求你看過現在所有坐在這裡的慧眾 不管他們現在所面臨的困境也好 或者說他們所要在這家庭的 在這婚姻的 在這工作的 在職場的 在親子的 在所有這一些講道的 或者是正在學習 正在很多時候 他先要尋求你的光 去引導他 去引導他們所要走的道路 甚至在病痛當中 甚至是很需要你 主耶穌基督 因為你的保險 就是遮蓋我們的罪 你所受的鞭傷 能夠讓我們得招醫治 求你來看護保守 所有在病痛當中的弟兄姊妹 也求你 主聖靈來大大的充滿我們 讓我們能夠聆聽 等一下 透過傳道所要告訴我們的話語 在這當中 都有你滿滿的恩典 求你的話語刻在我們的心板上 讓我們每天 都因為你的話語 有亮光 讓我們成為在我們職場當中 工作當中 服飾當中 所有事工當中 所有一切要開始的事工 正在進行的事工 都有你前方指引的道路 因為你的同在 是我們最大的保障 你的同在 就一定會讓這個事工恨通 求你也祝福華語堂 所以一切的弟兄姊妹 也求你來賜福給華語堂 有更多的弟兄姊妹 來到這裡來聚會 來敬拜葬美你 我們將所有的榮耀 全部歸給你 這樣禱告 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靈求 Amen 各位請起立 我們一起來 我們的使徒信經 好 我信上帝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爬到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 上帝的獨生子 因聖靈感慾 由同真與瑪利亞所生 在本丘比拉多手下受難 被替十字架受死 難葬將在陰間 第三天從此人生復活 神的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裡降臨 神盼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 我信聖兒公之教會 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聚得聖典 我信聖體復活 我信永生 阿們 各位請坐 我們接下來要來 今天的一個講到的聖經經節 記載在民宿記27章15到23節 大家請看一下上面的一個 民宿記27章15到17節 三節當中 我們一起來 將我們神對我們所說的話 記載在聖經當中的一起來念 摩西請 摩西對耶和華說 願耶和華萬人之裡的神 另一個人之裡會眾 可以在他們面前注入 也可以引導他們 免得耶和華的對眾 如同沒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十八到二十節 耶和華對摩西說 嫩得兒子耶穌亞 是信中有聖靈的 你將他領來 喊守在他頭上 使他站在基斯 以利亞薩和全會眾面前 嘱咐他 又將你的尊榮給他幾分 使以色列全會眾都聽從他 二十一節 他要站在基斯 以利亞薩面前 以以利亞薩要憑孤靈的判斷 在耶和華面前 揮他求問 他和以色列全會眾 都要跟以利亞薩的命出入 繼續還有 於是摩西照耶和華 所吩咐的 將約束亞引來 使他站在基斯 以利亞薩和全會眾面前 按守在他頭上 主婦他 製造耶和華 借摩西 所說的話 還有兩節 然後二十三節 我們透過這個 簡選領袖 是我們今天 聰宣傳道師 要來對我們的講道 我們請聰宣傳道師 為我們來講 今天的一個 簡選領袖 聖宣傳道師 請來 我們一起來打招 親愛的天父 謝謝您在一週的時間 讓我們有安靜的時間 在聖宣中與你相遇 我們渴望來到你面前 求聖宣光照我們的心 讓我們的心全然向你敞開 成為我們屬於生命中的領導者 我們所有的一切 你都數算過 求你幫助我們了解 自己的恩賜與能力 好讓我們在教會的服飾上有份 你是全知全能的手 了解我們的賜在哪兒 把我們擺在和審心意的地方 發揮所才 讓我們願意成為您的福音使者 除去我們的藉口與環繞 讓我們更深的心境 了解你的心思意念 好讓我們行事為人 有好的生命見證 時時為聖宣充滿 智慧天天增長 成為你所愛的恩命 這樣禱告 都是奉靠主義書的聖宣圈 今天我用這個檢選領袖 來跟大家分享 那有一個管理大師 就是一個 Warren Bennis這個人 他說什麼是管理者 什麼是領導 他說管理者是什麼 是把事情做對的人 那領導者是什麼 是做對的事情的人 這個兩個看起來好像差不多的 對不對 可是不一樣 兩個不太一樣 一個是把事情做對 那但是呢 把事情做對跟做對的事情 哪一個是比較重要 做對的事情 做對的事情 因為你把事情做對 不一定那件事情是對的 是不是 有些時候是這樣 好 那這個 這個Warren Bennis 他又另外講一個說 一個成功的一個領導者 他具有五種這樣的特質 第一個就是說 他有一個果斷力跟決斷 就是他的決策力很強 他就不會說脫離帶捨 他就是一旦要做決定的時候 他能夠準時 然後很果決很果斷 然後下判斷 再來就是這個人一定很有同理心 一個領導者 能夠體恤下面人的需要 能夠了解人的心 能夠了解這些管理者 就是他的 他的務員的這些辛苦 他能夠同理 能夠了解他們的問題所在 所以他是具有能夠傾聽 能夠了解他們需要的人 再來就是他能夠承擔責任 就是他有那個肩膀 能夠讓別人靠 是有承擔責任的 而且他能夠常常 不管發生任何事情 他永遠都是保持正向樂觀的看法 在看事情 他不會很悲觀 面對一個問題他就開始逃避 不會這樣 他就是勇敢面對 然後勇往向前 不管怎樣他就是這樣 所以一個成功的一個領導 這是這個 Warren Bennett說的話 另外一個在副比試 一個商業雜誌裡面 這個是屬於商業裡面他們雜誌 這個副比試也是非常有名的一個雜誌 那他的評比 他是把所有的那個 所有的領導特質來做評比 然後他用了十二項特質 那這十二項特質裡面 我把剛剛跟剛剛那個 Horren Bennett他們兩個人 可以做一點對比 他說第一個是什麼 有氣 有氣 那剛剛有一個 有決斷力 其實這個跟有點類似 然後寬厚 那個這個跟什麼 頭理有點類似 謙虛比較謙卑 謙卑 不會驕傲之大 一個領導者是不會驕傲之大的 然後再來是 通常領導者通常需要很多的 溝通協調的力 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的界限 自己的責任 是誰的界限 是誰的責任 誰的界限 他很清楚 所以而且能夠情緒管理得很好 然後很了解對方 要用什麼方式來對待他 不管是客戶的或者是其他的都一樣 那也能夠就是他很有熱情 他的感染力很強 你看有一個就是做一個很有溫度的人 所以他很能夠了解這個別人的感覺是什麼 所以很能夠摸到別人的心 而且是很坦誠的 很多人說商業就是生意人很奸詐 但是我跟你講一個生意成功的人 通常是一個很真誠 很有信任度 商業也很好 信任度也很好 而且品質要求很好的人 而且這樣的一個領導者通常是 很容易跟別人關係很好的 跟別人很容易親近的 而且他願意承擔責任 真的跟剛剛那個神擔責任是一樣 而且他有目標 所以你會發現說 其實這個跟剛剛那個 有一些雷懂的地方 那今天呢 我們要談到這個領袖 檢選領袖這件事情 我們來看看 上帝又怎麼樣來看這件事情 這是剛剛是外面社會的價值裡面 所看到的這個領袖的選擇 那我們今天來看看神又怎麼看 然後摩西又怎麼看 真的大家看的不太一樣 每一個人的角度不一樣 我相信你有你的看法 你有你的角度 也許不同的領袖 要不一樣的領袖特質 對不對 因為我們在不同的合彩裡面 可能需要不同的看法 搞不好專業能力很強 譬如說像醫生 可能你就是要專業能力很強 你如果沒有專業能力 那你就慘了對不對 即使你有好的愛心 可是你沒有專業能力 也是會醫師人 所以就是看什麼樣的行業 然後有什麼樣的領導特質 那我們來看看到底我們神怎麼看 那我們今天就要講到一個 這個是我今天 因為之前我們什麼 會議的時候討論說 以後講到就是跟著我們的什麼 進度走 就是跟著我們的現在的 現在我們走到民宿期 所以我今天用民宿期 所以以後慢慢的 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可以講到 但是就是按照 follow 這個正義師的方向 正義師講大眾 那我講細節 講比較細的 所以今天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個背景 那我今天講這一塊就是 就是摩西已經怎樣 快要不行了 他已經生命已經到尾端了 然後他站在那個尼泊山上 這個上次他有講說 站在尼泊山上 然後他講 上面說這一片 以色列在所況之加拿之地 都是要吃給你們的 但是對不起 你不能進去 我這樣子 他就走到這裡 那摩西呢 他就開始怎樣 他找一個機會者 那為什麼他不能進去 因為他 為什麼他不能進去 因為他 為什麼他不能進去 他基導盤是怎樣 他有個按照 他不聽話 他不聽話 為什麼不聽話 上帝要叫他用怎樣 要說的 結果怎樣 要打得 而且還打兩下 你看 光一個這麼小小的動作 哇 耶和尼泊山就生氣了 就說 我跟你說的 你又不聽 這樣子 那你 你不聽話 那就是對不起 你就不能夠進去 我所應許之地 就因為這件事情 那所以 摩西要過世之前 所以他就想說 慘了 我要找杰巴仁 他都沒有為自己求 他只會接班人 來跟上帝祈求 那你看他怎麼求 他求 他只求求求上帝 來我們看看 你起來預備 來 摩西對耶和尼泊說 願尼泊萬人之力的神 立一個人至你會眾 可以在他面前觸入 也可以引導他 免得耶和尼泊的會眾 如同沒有木人的養取一般 他講到一件事情 我們看看 他這裡有講到 他這裡有萬人之靈 萬人之靈的神 這個在講什麼 就是所有的血肉之軀 我在講這一段 萬人 他說要有治癒會眾 我去查那個原文 他說治癒會眾什麼意思 就是會關心眷顧 你看跟剛剛那個領導特質 有沒有關係 我要說這個早在幾千年前所寫下的東西 可是呢 那時候就已經有管理能力了 你看有沒有發現 你會發現聖經有很多的教導 其實人和人際關係啊什麼 我們最出名的是那個什麼 卡內基啊什麼溝通有沒有 所有的一切跟他注意 全部跟聖經都有關係 而且呢聖經你要講得還詳細 還清楚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邊來看 所以聖經是百科捲述 什麼都有 什麼都有 那你看他說治癒 他說治癒意思就是說 他會關心 他會憐憐 他會體恤 他能夠常常去關心 可能去拜訪 去探訪 然後他常會有指派 這個誰要做 這個誰要做 就是工作分配 工作分配 法治者分配 然後他會聚集所有的人 可能要開會要做什麼之類 然後派任務 而且呢 你做錯也要有懲罰 也有獎賞 也有懲罰 而且要數算 因為這民宿記也是要數算 有沒有 這軍隊要幹嘛 然後整軍要出發 要幹嘛 也是要數算的 所以他這個治療會中有這麼多 所以因為這是跟這個過去的背景 社會的背景來說 這個領導者需要這樣做 然後他說在他面前要怎樣出入 這個是在講說他們在辦很多的事情的時候 他們要參與敬拜都可以怎樣 自有出入 而且他們祭司喔 祭司要進入會幕 那他可以就是 他就是摩西就是說 他希望這個基層他是可以進入會幕的 因為你知道摩西當時他們在會幕的時候 只要他們在會幕的時候怎樣 神的靈就在跟他們對話 他們是用這樣對話的方式 所以就知道說會幕非常重要 也是一個好像禱告中心 類似禱告中心 或者是跟神對外的中心 而且是敬拜神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會幕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所以他們雖然到處這樣 也有牧民主這樣到處遷居 可是每到一個地方就是在做會幕 這個建設的會幕 然後他們可以引導 就是可以做引導的工作 就是希望這個摩西能夠 這個後面的基層能夠做這個引導工作 但是呢這個 這個剛剛是摩西的旗幹 那跟上帝要這樣子 那上帝呢跟這個摩西說什麼 其實這個耶和華也是個 我比以前有說雅威 其實雅威就是說在講上帝的意思 那上帝呢對摩西的這個 祈求這個領袖 他是怎麼樣去安排的 他是這樣安排的 他說你要找誰 找誰 約束亞 那為什麼要找約束亞 第一個他心中有聖靈對不對 然後呢怎樣 你要按手在那圖上 你把他帶來 我要把他按手在那圖上 那你要站在這個祭司 祭司是誰 伊利亞撒還有全會中所有的人 在這些人面前要吩咐他 又將你尊榮 就是摩西有一些權柄 權威 因為摩西的權柄比 約束亞的權柄還要大 還要大 所以你要把你的尊榮留給他 那慈禮這些都要聽手 那我們來看看這幾項重要點 一個就是怎樣 心中有聖靈 所以你看上帝看到的是他 心中有聖靈 那代表什麼 他進入耶穫的話 對他進入耶穫的話 他神掌權 他坐在寶座上 就是神 他神坐在耶穌亞裡面 生命裡面 所以是以神為中心的一個思考 之前我曾經說過說 我們如果以神為中心 不以自我為中心 那我們就怎樣 是一個屬於一個人 那這裡講到就是 他說要按手在他頭上 我想你知道甚至牧師封墓的時候 會怎樣 也是會按手在頭上 有一個案例 那最近那個誰 下禮拜那個7月14今天有報告 那個方美寧傳道 朝廣教會的方美就是要被按墓 第一次傳道師變成牧師 所以就按手 所以這個按手在頭上 我想為什麼牧師竟然這樣 可能跟這個有關係 我認為是跟這個有關係 也是這樣傳承一下 所以要按手 那按手是怎樣 眾人都看得見對不對 而且是在眾人面前按手 那在頭上 就表示那個什麼 是一個有權柄的 大家都是有一個有權柄的身分地位 所以也是一個領導 看重這個領導者的角色 這個人的身分 所以在用這種方式 再來就是 他說他要站在妻子面前 然後要在那個什麼 這個慧眾面前 就是要大家怎樣 要摩西聽 要約書雅聽這個祭祀的話 就是要這樣做 就是因為你知道嗎 摩西他是頒發先知書的人 頒發先知書的人 頒到十戒對不對 他頒發戒定人 所以他是先知 那以利亞撒他是聽誰的話 他是聽摩西 他是聽摩西 就是那個 那個摩西怎麼說 他就怎麼做 那以利亞撒呢 那個是誰 約書人又聽以利亞撒 一個觀點的 好像層層負責有沒有 階層這樣層層負責 類似這樣子 就是一個要聽一個一個 可以聽一個一個這樣子 他說你要給予摩西的尊容 他說這個尊老師是 輝煌 輝眼跟氣勢 那個有權柄的人 走路都有風 然後 他是就是有一個氣度 有氣度 你會覺得跟那個人在一起 就覺得哇 他好像榮光散發這樣子 就有感覺這樣子 像那個誰高聚明啊牧師啊 我每次看到他 我都覺得 他不是 他是很謙卑的人 可是我看到他 我就覺得他榮光散發 有神的臨在裡面 那種感覺 所以那個就是一個 在教會 長老會教會界的一個尊榮 大家給他一個很高的一個 一個尊敬 他是一個尊榮 那以色列全會眾 都會聽從約書養 所以也是讓大家知道說 你們大家都要聽他的 聽他的 所以這個是上帝 拣選領袖他做的安排 也是這樣安排的 那以利亞撒 他就為耶穌這樣求問 他們怎麼樣求問 他說以利亞撒 要憑什麼 污靈 你剛剛知道污靈是什麼 污靈 就是他有石頭 然後那個石頭 是有一個小袋子 袋子這樣子 可能這個很像 就在胸前喔 然後就掛著一個小袋子 那假設說他遇到問題 遇到困難 不知道怎麼決策的時候 他就用這個什麼 石頭 可能就像那樣拔筊 這樣子 然後就看到那個 就像球籤的意思一樣 類似這樣 就是石頭這樣拔筊這樣 然後所以你知道 我們這個拔筊 也是在問神明的意思 那這個石頭也是拔筊 在問神明的意思 這樣你不了解嗎 有清楚嗎 這個屋裡的意思是這樣嗎 那假設說約束雅他們 遇到什麼問題跟困難 那他就為他來往歸 然後用石頭來告訴大家說 你現在發入的事 應該怎麼做決定 應該怎麼做判斷 應該怎麼走才對 要怎麼做選擇這樣子 好 那摩西他就順服上帝喔 你看摩西他雖然要走 可是他還是很順服的 那摩西他就按照 上帝怎麼吩咐他做 他就怎麼去做 所以他是一個順服的人 他就真的按捨在他頭上 然後帶領他到惠州邊前 然後怎樣 在那個地方為他住手這樣子 所以摩西都按照這樣的方法來做 那你就看到說 你看摩西過去他這位領袖 以前是怎樣 他是拒絕接招的 以前摩西是說啊我不會我 左口頓著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能力我沒有辦法 他就是拒絕的 可是你看到最後你看摩西到最後 都是順服的 雖然有其請服的抗拒 但是呢到最後是順服的 是順服的 到他要守之前 所以你會看到說 上帝都每一個人的計畫 其實是有神的計畫跟帶領 所以你什麼時候會怎樣 你都不知道真的 所以你的路喔 真的是很難說 過去我是學會計的 我也沒想到後來學社工 然後又學神學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路是這樣走 然後今天是募會 你覺得很特別 這個就是神有自己的帶領方式 這不是我們能夠遇 能夠什麼能夠得知的 那上帝為什麼拣選約書雅做領袖 那有幾個根據 這個不在我們的經文當中 但是我大概知道一些他的 大家讓大家知道一下他的事蹟 這個神律備這個約書雅做領袖 不是說今天才選不是 是從過去他一直到現在 他就一直在看這個約書雅 那因為約書雅一直都是摩西的什麼 幫手也是他的副手 就是要助手的意思 那你看喔 醫生是不是要臨床的實洗 實洗之後 醫生要經過實洗才能夠當什麼 當醫師嘛 然後才能夠當主衛醫師 不是這樣層層這樣子嗎 那約書雅要當領導者也是這樣 從副手開始做助手 做誰的助手 誰的助手 摩西的助手 所以摩西在做什麼 他都在身邊跟著 他做什麼 然後他當副手就是 他可能說你去幹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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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跟著去了 所以那個都是臨床實洗 那是最好的臨床實洗 不是嗎 所以這是一個當領袖 很好的一個體驗 所以有一個實洗的過程 那實洗了那麼久的時間 這時候摩西已經饒了 當然就要換季位了 那另外一部分是怎樣 他說他去窺探 他是被派去窺探那個什麼 迦南地的探子 去看看 哇 十個人去 十二個人 總共十二個人去 那只有這個什麼 約書雅跟迦勒 這兩個人 看法跟他們十二個人不同 那其他十個人看法是怎樣 說迦南地那些人是怎樣 巨大 巨 高大 然後很快 巨 聽說那個雅納族人 聽說很高 很高 我上次曾經看過那個 那個骨頭 是很高的骨頭 我曾經看過 他說那個是被挖掘出來 就是在那個雅納族人 這是很高的 所以他們都說 那個太可怕了 他們那麼強壯 他們那麼勇猛有力 我們這個 去可能就是被打扁的那樣子 所以他們就很害怕 但是呢 這個約書雅他就說 我相信 我相信神的義許 他說要義許我們到迦蘭地 我就相信說 神的利報都帶到那個地方去 他就是相信 所以他是 所以他就鼓起勇氣 就往前走這樣子 他就跟大家講 所以這個我看到 這個約書雅的信心跟勇氣是在哪裡 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 這個飛 他們跟那個雅玛利人打架的時候 在那個利菲町的地方 然後摩西就率領他們去攻打 結果就叫約書雅說 你來酸人 突然說什麼人要來攻擊他們 所以摩西 約書雅他就選一些人 跟著摩西出去打戰 那一次就怎樣 就戰勝回來 就打敗雅玛利人 所以表示說這個約書雅他是怎樣 他有看人選擇強兵的能力 會選兵選人 那第二個呢 他是摩西的幫手 他就跟著摩西到這個西乃山去 所以他就是邊做邊選 這個我剛剛講過就不再講了 第三個是怎樣 他們在會幕的時候 那你知道嗎 神的靈 那時候摩西就抱怨說 我一個人要面對這麼多事情 我又哪有辦法這樣子 就在抱怨 結果上帝就說 好啦 那我派七十個人 我七十個人 我聖靈都與你們同在 靈都跟你們 這七十個長老同在 那你們有這些人跟你同在 你就有人跟你同工 你就不用擔心跟害怕這樣子 所以 可是那其中有兩個人 沒有在會幕裡面 是在會幕 因為他把人造就在會幕裡面 只有兩個人在外面 結果這個 這個摩西啊 不是 約書雅 他就留一點這樣說 那怎麼兩個人在外面的那些 怎麼可以也有靈在那邊 所以他就會跟神計較 然後 約書雅本身他是不會離開會幕 他都 這個摩西到哪裡去 這個會幕都永遠有 約書雅在那個地方守護 所以他是一個這樣的忠心 忠心耿耿的人 願意與神同在的人 所以你就看到說 這個約書雅 他本身他有多大的勇氣 要敢去面對這個 那個什麼 迦南人的這種 強大 願意 他相信 他也知道那個上帝的應許 那我再看 那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這個 這個迦勒跟那個約書雅 他們兩個回到這個裡面來說 跟大家宣告說 你們不要相信這些 其實你們要知道說 你不要相信那十個彈子說的 其實沒有那麼糟糕 我看到的不是這樣 我看到的是神的情況 欸我不知道 我這裡面有沒有寫 我沒有寫 好 那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看到了這些領主 其實神會讓我們得勝的 而且神會讓我們勝過的 因為神已經應許了 所以他相信神的應許會成功 他相信 所以他就大大的勇敢 我就說沒有關係 我們就去打 沒有問題的 所以你知道嗎 在這個荒野裡面 他們在漂流的過程當中 他們去當兵 就是當兵的這些